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在旅行的过程之中 其实最感觉到特别的一刻 就是飞过幻日线的那一刻 幻日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条线呢 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就在那个时刻 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很明确的改换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的是成熟化所演创的 《爱的欢日线》 把你留在昨天 对于你我有太多的不舍依恋 却又无力带走从前 从冬边的清晨到西边的深夜 没有谁和谁的爱 真的可以飞了这么远 飞过这条爱的欢日线 心情从此改变 心情从此改变 飞过这条爱的欢日线 对回忆说再见 飞过太平洋 飞过太平洋 这一条欢日线 我就不再想你 回不去和你相遇的那个春天 我已学着忘了一切 从冬边的清晨 每当你准备要出远门之前 那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 感觉很像一个仪式一样的 当然对我来讲 要出远门以前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赶稿子 赶着录音 大概这些事情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记得以前 我们要出远门的时候 有时候像很多年前 去中国大陆探亲 就去了一整个月都不在家 那时候呢 父母亲就是 娇花这件事也放弃了 觉得反正一个月也没办法了 但是妈妈就很坚持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大扫除 一定要把家里面清扫得 非常非常的干净 但是很好玩 就是晾着的衣服 却要晾几件不收回来 原因何在 他们就说 你如果把衣服都收回来了 人家就会觉得 你们家是不是没有人 那那个小偷就上门啦 所以呢 衣服一定要挂几件在那里 再来呢 就是一定要在家里面 插上一种灯 白天它就暗了 晚上它就晾了 让人家觉得 你们家是有人 那是一个怎么样 治安有多差的一个年代啊 那本来要出门 就已经非常紧张了 可是呢 妈妈还坚持要 把家里面打扫得一成不染 有时候真的受不了 就会问她说 妈你到底干嘛要这样打扫 我妈妈的回答很有趣 她就说 不是啊 万一有人看到我们家那么乱 不是会笑我们吗 我说等一下 我们不在的时候 人家来我们家 看到我们家很乱 我们还要把家里收拾好 那不是小偷吗 你管小偷对你的观感是怎么样 就像地震来的时候 我妈以前有一段嫌很害怕地震 她就坚持说 晚上睡觉 她也跟我这样讲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要把衣服穿整整齐齐 你不要穿着睡衣啊 穿整齐才睡觉 我说为什么要穿整齐睡觉 她说怕有地震啊 我说妈 我们住在十几楼 有地震 我们也跑不掉了 何必呢 她说不是啊 万一真的你没了命了 人家看到你穿着整整齐 妈 我都没命了 我还管 人家看到我穿整齐不整齐吗 所以你知道像我这种 虽然明明是女人 但是活得很像汉子的 就照样穿着 我想穿的衣服睡觉 好 我们来看看啊 俄国人 俄国人呢 他们如果要出眼门 有什么是他们一定要做的呢 他们做的事情很特别哦 就是把所有的行李打包好了 拖到玄关等待出发的时候 他们要先坐在行李箱上 沉思个几分钟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出了门 才会想到 啊 什么事情还没有做 啊 什么东西没有带 对不对 所以你坐在那边 让自己冷静几分钟是好事啊 那但是对于俄国人来讲呢 朱远门以前 坐在行李箱上 却是一个渊远流长行之多年的传统 连带的呢 会影响到受了俄式文化 或是苏联文化 熏染的国家 只不过呢 现在大家会拿椅子来取代行李箱了 坐在行李箱上面 让自己安静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呢 专门研究俄国习俗的美国教授 罗伊尔表示 出门之前 坐在行李箱上的传统啊 是许多俄国和旅游相关的传统之一 早在1800年代初起 这样的传统呢 就有记录了 有一说呢 是在离开以前 坐在行李箱上 可以骗过家中不怀好意的精灵 让他们以为自己没有离开家 那如此一来呢 这些坏精灵就不会在家捣蛋了 如果没有坐在行李箱上就出门呢 坏精灵还会跟着你去旅行 让你一路上都厄连连 听到这里你不觉得有一个bug吗 那那个坏精灵到底是要待在家里捣蛋 还是要跟着你去旅行 还是他有分身 有一些跟着你去旅行 有一些在家里捣蛋 好 那到了现在呢 坐在行李箱上啊 变成一个很美丽的传统 美国网路媒体评论啊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 做什么事情都匆匆忙忙的年代 人们对于维系感情这件事情 缺乏时间与重视 毕竟呢 在亲友离开到下一次见面之前 有很多事情可能都会变得不一样 坐在行李箱上啊 无法让时间停下来 但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平静的心情 并且呢 也可以在记忆中留下离别的时刻 我觉得不只是在远行之前 应该坐下来 让自己稍微安静一下 我觉得每一天在生活里面 当我们匆匆忙忙赶来赶去的时候 都应该留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 好好的坐下来 什么事都不做的坐下来 哦 不是坐下来之后还要上网啊 玩手游啊 滑手机 这都不算哦 就是真的什么事都不做的坐下来 好好的跟自己坐在一起 我觉得必须要这样子做 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灵才有可能合而为一 而且你真正这样做的时候 你才会有一种活在此刻的感觉 当我们匆匆忙在赶时间的时候 我们虽然人在此刻 但我们的心思程上已经飘到了下一秒钟 或者下一分钟 或者下一个小时 那时候我们的身体跟心灵其实是分开的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身心不合一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不愉快的状况发生 所以我们从俄国人的出门前坐在行李箱上 这样的一个传统来想想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 是不是每一天都应该留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 跟自己在一起 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 是林佑佳所演唱的《飞》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的是一个 与飞行相关的故事 那个朋友还没笑过我的梦 那一种安慰 不会让我更痛 还有多少关于放弃的理由 能理解其中 背后没有惶恐 这个世界不却为大和成功 而我的世界也不怕失败就 何不让我追求我的快乐 还没学会飞 点那么蔚蓝 为何一面的风对我一举牵绊 我奔着的飞 也许很怕孤单 却怕笑起翅膀会更遗憾 差不多在五十年前冷战时期 中华民国空军史上 有一个最神秘的编制 只有二十八位空军精英中的精英 能够成功结训 这一群年轻飞官 驾驶着全世界最难驾驭的 U-2侦察机出任务 每次升空都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去向 即使是最亲近的家人 也因为任务极为机密 因此他们在历史上被消失了 幸福号列车第二个小时 我们要邀请完成了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 来跟我们聊一聊 这一部叫做 疾风魅影黑猫中队的纪录片 这一部纪录片的导演 就是杨慕欣 杨导演 导演好 曼娟好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是的 我现在手上拿着您过去的资历 有没有一点紧张的感觉 有 我刚看到你在看 我就开始不对劲了 哇 导演拍了超多的MV的作品 从1991年之后就开始 然后还拍过一小时的音乐电影 别恋之唐纳的歌 然后有好多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些歌曲 以及MV 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是您拍的 比方说蔡震南的康秋帮 对吗 对对对 然后像是范伟奇的 想知道你现在好不好等等 太多了 广告 广告也拍了非常多的广告 那您的戏剧作品 也很丰富 从2002年开始 拍了像是爱情白皮书 恋香等等之类的 我真的是觉得 您会来拍这一部黑猫中队 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缘分 或者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打到你 让你觉得我要来拍这样的一部电影 因为您花了太多时间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实际了 您花了太多时间 还好了 六年的时间完成这部纪录片 来跟我们谈一谈 是什么打动了您 让您决定要来投身 这一个未保存历史 而完成真的很艰巨 完成的一部纪录片 谢谢曼娟 那其实我自己在回想这个旅程 我也不太确定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当然我觉得在那个机缘很重要 我觉得我前面有很多的工作经验 经验资历 但是做导演这个工作 你有时候 你必须把你自己归零 你要不要 你主动也好 被动也好 当你进入到所谓的归零 或者撞墙期的时候 你会想我还可以做什么 那当时我当然也是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 那当然我觉得大半辈子自己从童年成长 我觉得好像隐约都有一个战争的阴影 听我父母亲叙述他们那个时代的这个颠沛流离 然后电视里头大量充斥的这些二战也好 或者战争的影集 虽然你觉得好像有一天你要为国牺牲是一件很浪漫 很憧憬的事情 可是等到你真正服兵役 然后进入出社会 你人生的历练的时候 你开始会发现战争和其残酷 所以在我51岁那一年 我动念我想做一个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电影 那很巧妙的是那一年我就接触到了黑帽中队 那过往我不是不知道黑帽中队 可是不知道那一年的那个当下 因为神力稳住的这个黑帽中队 七万一尺飞行技师 他完全是他当然也有讲科技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些人是他的叔叔伯伯 是他父亲的同袍 所以他的笔触就让我看到一个非常人性不同的面向 那我觉得那个完全就是让我觉得 哎呀那我们我不妨就从这个开始吧 其实当时这样的开始是有一些不自量力 因为我没有做过纪录片 那我以为他反正就做嘛 那但是这中间来讲真的是遭遇了 每一年当然都碰到不同的困境 六年的制作期 那我想这些这些黑帽教官很特别的是 我开头以为我在八零年代最轰动的捍卫战士 我以为每一个飞官都会像Tom Cruise一样 就是有一点嚣张 有一点点狂妄 讲话很大声 然后当然他们都已经那时候也七八十几岁了 当然不复当年 但是每一个黑帽教官都是几乎就是温文儒雅 然后每一个人讲话都慢条斯理 你看听不到那种傲气 听不到那种臭屁 就是说你觉得这些人怎么跟他们聊了半天 好像太没有梗了 就是不着边际 那可是后来我一直在想 我觉得Tom那个时代飞行这件事情是类比的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 虽然YouTube是高科技 可是他是类比的 那很多什么叫做类比 就是他没有导航 然后这些教官他们凭借的飞到七万英尺高空的时候 他凭借的是星星月亮太阳 是用天文航行 那当可以想象 他们因为有一个观测观景器 当他地面起云雾的时候 他没有地面参考坐标的时候 他完全就是要看天文 看星座 那我就在想说 那个很像是小王子的世界 在那么一个七万英尺深蓝的 然后你看到那些星星 然后你在寻找你的方位的时候 虽然是很浪漫 可是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军事任务 那这中间来讲八个小时 是不容许一丝一毫的错误 所以这些教官在培训跟养成的过程 或者挑选的过程 他们都是就如您所说精英中的精英 那他们的EQ数值是第一第一的选择 那每一个黑猫教官 他们在养成的过程里头 其实就很像这个队伍的名称 都像猫一样 就是说他们几乎就是一个独来独往 就是说同袍之间不聊任何的任务 也不会去问说 我明天要干嘛 或者你今天做了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危机意识 万一我被俘虏以后 我指导越少越好 所以他们这种今年累月的这种养成 所以他们到了一辈子 几乎就是秉持这个信仰 那当然我们开头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他们并不会拒绝你 但是我们也是很小心 一步一步慢慢的接近他们 那这中间来讲 也慢慢建立起一些默契跟互信的基础 我不是说这中间没有困难 因为也有一些教官 是不接受访问的 那但是不接受 我们也就尊重这个决定 因为每一个人的心情不同 然后完成了那个人生最壮丽的那一页 可能对他们来讲 那就是一个军人 那个就是我该去做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个任务挂在嘴边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所以越是这样的时候 我越是觉得说 在台湾这么精彩的一段近代史 可是他们是因为机密任务 因为这个社会的氛围 他们几乎就是被湮灭在这个大量的资讯的最底层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蛮可惜的 所以我就想开始的这个拍摄旅程这样 是 导演刚才讲到说 本来以为看到他们会是一些 意气风发 很像电影里面帅帅男主角的样子 后来看到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因为年纪大了 我觉得他们也真的经历太多事 就很像是 以前我们读到的那句话就是 百炼钢化为绕纸柔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那我们要先来讲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黑猫中队的成立 其实它是我在看 因为我很幸运可以先看到我们这部 今天晚上就将要在院线上映的 黑猫中队的纪录片 我看到的时候感触很多 因为我看到的是 本来是美国人在飞的 但是后来他们也是有人就坠机啊什么的 然后就找了台湾人来做这个事情 我就有一点觉得说 是不是美国人也觉得飞行这个很困难 所以就把它交给台湾人来飞 那确实是 那当时老蒋的 也就跟美国有了这样的协议跟合作 所以这些飞机就被飞到或是运到台湾来 然后从台湾飞到中国大陆去 在很高的地方 因为我们要一直强调说 他们飞到七万多 七万多英尺是不是的高空 他们身上已经不是像我们想象说 我们去旅行了 然后就穿着自己想穿的衣服去搭飞机那种 其实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是很特别的 对就是高空的压力服 对 然后因为前面几代来讲他会发展没有很完整 完整 他几乎就是一个太空人的标准 就是说挑选这些飞行员体格也好 智慧也好 就是耐压性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压力服最特别的是当这个飞机在七万英尺 万一故障的话 这个压力服会充气 会把它包袱起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七万英尺人的三十六七度的恒温血管会爆裂 哇 所以这个衣服就是人的肌肤的最后一道屏障 所以他们其中我们剧中男主角张力跟叶长帝能够生还 在跳伞的时候能够生还 无非这个就是这个压力起了作用 让他们没有在高空爆裂开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 当这个压 你被压力服束缚的时候 那是很痛苦的 你完全不太能动弹 对 所以他们有时候一趟任务八个小时结束 回家回到地基地压力服脱下的时候 满身都会是这个 瘀情 瘀情 对 所以由此可知 这样的飞行有多么的艰难 你离家的时候 还是个大男孩 除了疑心的慷慨 什么行李都没有待 是最坏的年代 也是最好的年代 你从没想过未来 未来却早已将你安排 你真的飞过 五月三江凶火腰塞 可是你却飞不过 人生许多的意外 人生许多的意外 飞翔才 飞翔才 一直都在 只是转身 家破已更改 哇 听这首歌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疾风魅影黑猫中队的片尾的主题曲 看完电影之后 再加上这首歌 就叫做百分百催泪片 本来觉得没有想哭的 只是心里难受 到这时候都哭了 像刚才我们听到 这个飞飞所写的 也是她自己唱的 是不是 就是飞降在里面说 飞降在永远都在 只是青春不回来 飞降在永远都在 只是家国已更改 那我觉得对于像我父亲 或者是像您的父亲 或者是像这些飞降 他们这一代人来讲说 哇 听到这样真的是 特别有感受 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一辈子贡献给国家 那结果我得到了什么 我不是说一定要得到什么钱 什么的 而是说 那结果我现在的国家 变成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的面貌 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对待我 我觉得这其实是 在历史上面的一个 大家共同拥有的 也许是一个伤口吧 那今天呢 杨布星杨导演 花了六年的时间 然后跑了好多好多的地方 为我们留下了这个 历史上非常重要的 珍贵的记录 就是记录了 黑猫中队的故事 那其实这个黑猫中队的成员呢 他们是有从大陆空军右校 随政府迁台的 有台湾本地杰出的空军子弟 所以他们真的是南枪北调 他们那时候都非常年轻 总共组成了28位是吗 对对对 28位的黑猫中队的成员 等于是美国人给了他们 美国的这个空军给了他们 非常非常严格的训练 然后让这些年轻的 充满了对于家国热情的人 年轻人在飞行的过程之中 帮台湾当然更是帮美国 去收集了很多军情 所以后来大陆也不是省油的灯 对不对 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也发明出 专门就是要把这些黑猫中队 打下来的一些 那个叫什么高 这个叫防空飞弹 防空飞弹 对对对 所以现在20 就是当时28位成员 到解散之前 总共损失了多少成员 被俘虏身环的 那其他有三位是在任务过程中就训难的 那其他七位是在训练的过程折损的 就训练过程还没有正是非就已经折损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没错 然后他们曾经比喻是俄罗斯轮盘 但是我在算前面几届的话 我觉得那不是俄罗斯轮盘 那个是低于二分之一的生存率 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些人怎么去克服每一次任务的下达以后 起飞 然后能够每一个人都要想一件事情 没有问题 我一定会回来 那当然最苍凉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幸运 所以这里面来讲 每一个人能够全身而退都会说老天保佑 不是我多厉害 真的就是老天保佑这样子 所以如果不是他们内心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种 对于家国的热爱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人可以这样坚信不移的去完成任务的 但是我们刚才跟导演在聊 导演说觉得这部电影里面主要想要谈到的是三个很重要的意义 一个就是忠诚 这个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没话说了 那第二个叫做背叛 这大概是这部电影里面让人觉得最痛心的部分就是这个 那是什么背叛了呢 比方说其实他们是被国家背叛了 而台湾呢又被强大的盟国就是美国给背叛了 那黑猫中队在美国人需要的时候成立了 在美国人跟中国建交以后不需要了就就解散了 那这当然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 可是我们现在来谈谈有两位 刚才当然有说他们是在执勤的过程之中 因为被那个炮弹射中 然后就被俘虏了 跳伞 跳伞之后被俘虏 而他们后来也遭到了国家的拒绝 就根本不认他们 根本不要让他们回来 讲讲这两位教官的故事 那叶长帝教官他在1963年的时候 在江西上摇上空任务的时候 他在影片中念之在之 我新婚差18天满一周年 我新婚差18天满一周年 而且台湾距离他的航程也就不到40分钟了 那那个已经要回家的心情 然后在那个瞬间 飞机被击中了 在天人交战那个坠落的过程 要不要开伞也是他最煎熬的 因为开伞他知道被俘虏的话 代价是很惨的 那不跳伞那就是摔死了 那当然最后求生的本能他还是开伞的 然后富商跳伞 然后当然这一下就是 就是19年的一个俘虏生涯 所以说在这个期间 因为在《失落的黑猫》这本书籍 也记载他心情的起落 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该嫁了 他那种万念俱灰 他也曾经在书里头有记载 他也有服药尋短这样子 那当然我觉得那是很悲伤的吧 但当时大陆第一时间问他们说 那你们自己想要留在这还是回台湾 他们都是表达要回台湾 那张立毅教官他是在1965年 一月的时候在内蒙包头上空被击落的 然后从飞机本来就是处在一个零下70度的状态 跳伞的过程到达地面 内蒙又是零下20度 所以他在负伤的状况之下 所以他用降落伞包裹自己 一直到天亮 所以他在黑夜中跳伞 其实造成的那种伤痛 到今天为止 跟地面的撞击 我觉得对他的脊椎跟骨骼来讲 其实到现在他的一些病灶 都是在当时所造成的 但是这两位教官 其实虽然在过程被软禁也好 到下放劳改 他们最后能够穿越 能够包括82年释放进到香港 政府拒绝他们 接纳他们 让他们回台湾 然后我觉得能够穿越的 无非就是袍泽的爱 还有家人的爱 甚至于妻子的爱 虽然他们两位都面临到 妻子都已经改嫁了 可是那份情意 我觉得在第一时间 他们进入到香港 消息出来的时候 像叶教官他前期的大姐 也是到香港看他 也是资助了他一些 也是勉励他千万不要放弃 又回到大陆 最后他们到美国的时候 也曾经在阶段性的 有照顾过他 我觉得那种 以前人的那种情谊 情谊 真的 包括袍泽 就是杨时局教官 跟王太佑教官 分别在政府拒绝他们的时候 他们各自去用了自己的能耐 去跟政府争取 或者跟美国CIA争取 我觉得 我很难想象 因为在那个时代 这个事情是不能被讨论 也没有解密的 你去抵触政府的政策 你冒着这样的危险 那个无非就是无论如何 我就是希望能够让你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个任务的危险 但今天你们能够在18年19年以后生还 那基于一个队长的那种同理心 我觉得也只有飞行员会互相去疼惜飞行员吧 不然在当时拒绝他们的政战政工的这些人员 是可以很冷酷的拒绝这两位 一心一意想要回台湾归队的教官 对 所以后来这两位教官就去了美国 对 对 等于就是被美国人接纳 然后就去了美国 但是他们后来还是想要回台湾 所以他们后来许多年后 他们还是有机会 还是可以回到台湾来 那第二个就是刚才讲 第二个主题要谈的是背叛 但是接下来下一个主题我们要谈的其实是爱 好 所以就是导演觉得 虽然这些人被背叛了 但最终他们还是可以被爱所守护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吧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这是王杰张雨生跟台正萧所演唱的 永远不回头 在天色泼下之前 我想要爬上闪电 阳梦星辰 像时间祈求永远 当月光松走今夜 我想要跃入海绵 找寻起点 看誓言可会改变 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 痛苦和骄傲 这一生都要拥有 年轻的心灵还会缠绕 在大地风雨 我和你也要向前撑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为您介绍的这部纪录片呢 叫做疾风魅影黑猫绒队 它会在今天也就是7月26号开始上映 那我们邀请到的是花了六年的时间 走了好多好多的地方 拍摄下了这一部纪录片 也为台湾保留了一段非常珍贵 但是很少被提及的重要历史 他就是导演杨步兴 那杨导我们刚才讲到忠诚 也讲到背叛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要来谈的是爱 可是我其实看到在影片中有一段就是您有问这些 已经垂垂老矣 而且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残酷跟打击 以及心灰意冷了的那些教官们 你问他们说会后悔吗 然后如果再选择一次 还会做相同的选择吗 没有一位例外 他们的答案都是不后悔 我可以 再来一次 还是要当黑猫中队 看到这些的时候真的就觉得说 如果没有强大的爱的支撑 其实这就是个人对于家国的爱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但除了这个强大的家国的爱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很感动的 其实是这些教官跟他们的妻子 或者是跟他们的爱人之间的故事 我想每一个教官跟他的妻子 只要有结婚的话 那个爱我觉得是 我姑且说这叫台湾版的太阳后裔 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 都比宋仲基差不多帅 也比宋慧桥 妻子也都跟宋慧桥差不多美 没有没有更美 真的更美 因为他们是真实的 那是不是演出来的 没错 所以我就在想说张教官他的妻子 知道他殉难 但是他心里头一直觉得 他依旧还活着 因为这是很深很深的感情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默契 因为你想想看 他们等于他的妻子认识他的时候 也不过就十六七岁 对 几乎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一见钟情吧 然后到后来他殉难 那在这个等待的过程 七八年过去了 他有新的追求者 他也是在一个很纠结的心情之下 然后对方也跟他允诺保证 就是说如果张力还活着回来 那我会成全 那没想到真的十一二年 张教官真的这个生还回来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新组成的家庭 就是面临到一个新的 很痛苦的抉择了吧 对 所以这个过程张教官自己在回忆的时候 他说八三年那时候释放 这等待七年回台湾的过程 对他来讲其实也算好的 不然那个时候马上回台湾的话 那对于这个原来后面成立的这个家庭 他的妻子也好 他的孩子 还有这位新的新的这个丈夫 那那是很难很残忍的 对 对对对 那当然七年以后 他确定要回台湾的时候 然后这个和尚校也做了一个成全 那MV也有拍类似这样的剧情 SHE 对对我有看过那个 对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歌功颂德这一段 美丽的爱情的时候 也想到其实那个另外那个家 退让者 对 成全者 那个是很很心碎的吧 对 那我觉得大家都爱 但是怎么样成全对方 我觉得那个是让我觉得最动容跟感动的部分 对而且我在影片里面看到那个张教官 他在跟你们谈到他的太太 他当初一看到他怎么样被他电到的情况 然后他就从口袋里面摸摸摸摸出了一张皱皱的照片 然后把他摊开来说 你看这张照片我一直戴在身上 对啊对啊 我们一眼看到那个照片里面的美丽的教官夫人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发出了惊呼声说 对 哇也太美了吧 对 但那个不只是一张美丽的脸 也是一张因为爱情而焕发的脸 嗯 就是非常非常的美丽 嗯 对所以他们的这一段感情 这一段爱这一段感情啊 确实也是这这部电影里面很 很让人记忆深刻的一个点 嗯 那另外呢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另一位被俘虏了的 夜长地 飞行员教官 对叶教官 他的情况是他到了美国之后 他在做夜间保全对不对 不是 他在做珠宝建地 他是做珠宝建地 那张教官是做夜间保全 对 然后他后来应该算是中年以后吧 也有了一个新的 对对对 新的家庭 对 土小曼女士 对 看起来是一个很棒的太太 对对对 他很妙的是 小曼杰他说他年轻也许愿 要嫁给飞行员 当然他他没有如愿了 但没想到后来因为他 他的前夫过世以后 他就也是万念俱灰 然后在美国 那夜教官因为某一个社交场合 他们结识以后 那夜教官就 常常出现在他的生活 那他其实开头就觉得 他也告诉他说 我现在没有没有那个心情 那那也等于是软性的拒绝他 可是夜教官就是也不放弃吧 就是常常下班就去看看他喝杯茶 然后就走了 好几年这样过去 到最后小曼杰也被他感动 所以他们能够成为在后半生的互相扶持的伴侣 我觉得这个算是老天对夜教官这么样 一位痴情男子的一个补偿吧 对我看到影片里面 他们两个一直在厨房里面 就是很寻常的夫妻生活 在那边聊聊天做做事情 我就觉得哇心中真的充满了暖意 那你们因为你们拍了好几年嘛 所以后来夜教官回到台湾 夜教官过世 于是你们又去拍了他的一个 以那个教会的仪式在举行的告别式 然后我看到小曼杰在上面讲话的那一段 我也是觉得非常动人 因为夜教官在生前 他那次回台就是16年 他17年16年 他说我这个是 落叶归根 对对 我就是答应小曼杰 我要活得比他久 那当然很遗憾的是 最后他没有办法信守这个承诺 但是他那个时候回台湾的时候 他在私下也曾经跟我讲过 他说他知道自己有一点年纪了 然后也其实还很年轻啦 八十二三岁 但是他很怕自己 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钱 他很怕自己病痛拖累小曼杰 那谁谁也没有想到 在那个11月16号那一天 他早上去国库经典馆散步 回来他这个有一点累吧 就坐在走廊上的椅子 几十分钟过去 他就就离开了 那我觉得当然对他来讲是 他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他没有拖累小曼杰 或许也是他对小曼杰的爱吧 对真的没错 好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疾风魅影黑猫中队的导演 杨沐昕 杨导演 那么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 而且花了很多的心思 终于呢 把这一部纪录片完成 并且会在今天 也就是10月26号开始 是全台上映 全台都可以看得到 好 假设呢 台湾能够保留下一些 非常珍贵的历史 能够让现在的人 以及未来的人知道 台湾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那么这部电影呢 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刻 就是我们要一起来 看看曾经有多少人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说过爱台湾吧 我想 没有从来没有 所以我那天在首映的时候 我很感谢他们 我就在想说 他们在当时年轻的时候 绝对没有想到 有一天自己会坐在戏院 看他们自己 真的 他们这不是他们要的 是我们晚辈对他们的敬意 敬意 没错 今天非常谢谢导演 谢谢 谢谢 也感谢大家 搭乘两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们下礼拜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